你等着我干嘛 你想打我 你出来 你有本事过来打我 你打 干什么的 他想打我 给我闭嘴 你们在干嘛 还抬起啊 这是哪儿 这是病房 趁着你们在这儿喝酒了 等我出去 他想打我 没事 没事吧 王先生 让你太太休息一下 你跟我出来 你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 让你们照顾他 结果你们在这边开派对 可是他喜欢的就是派对 我看他不是忧郁症 他是忧悦症 我们今天都帮他检查过了 他也是一切正常 你们可以出院了 别呀 我好不容易 紧张 让我轻静一下 他刚才说的好不容易什么 轻静一下 你们是不知道以上 我在家都快被他弄成神经病了 自打他怀孕开始 天天嚷嚷着要把孩子打掉 这孩子要是没了我妈就疯了 我妈要是疯了 我可怎么办 八个月二百四十天 我妈熬到今天容易 我妈是恨不得二十四小时盯着她 结果她挨透视的减肥药 就剩这一个月了 医生 无论如何 你们要帮我把这孩子给保住了 你知道你问题在哪儿吗 哪儿啊 你们从来没有站在她的角度想 听听她的想法 一心一直想要保住孩子 保住孩子 保住孩子 在她心里孩子比她还重要 听她 听她的这孩子就没了 那你有试着听过一次吗 我也是女人 我明白 女人很多时候 她就是要把她想说的话说出来 至于你听不听不是最重要的 而且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她呀 然后让她来选择 这样的话 她往往还是会听你的意见啊 是吗 再任性的女人 只要她觉得你是爱她的 你是迁就她的 她多半还是会听你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亏欠了她 反而更爱她 你学过心理学啊 我学过呀 大一的时候 所以你最好 注意我提醒你的话啊 听到了吗 她学过心理学 听她的 谢谢姐姐 她就是一疯婆子 自己生不了孩子 怀不了孕 见不得别人怀孕 你好 吴小美 我们帮你做一下台心监测 三十六度半 妈 小美临产还早 要不我们出院吧 不行 回去怎么弄啊 我请了几天假 在家我陪她 你放心 我不放心 子琪 你请假陪我 是 我请了一个星期假 我们可以找个 你喜欢的地方玩两天 但是不能太远啊 我现在就出院 吴小美 吴小美 干嘛呀 坐下 怎么了 先坐下 躺好啊 准备照逼超 好 大夫吧 我是媳妇没事吧 还不确定 等逼超结果吧 有临产先照 这跟她喝酒情绪波动 有很大关系 看样子暂时还出不了院 等情况稳定了再说吧 那孩子有危险吗 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问问 你太太有没有危险 那我老婆呢 没事 我只是提醒你 你要先关心她 我懂了 别再伤害叶子了 你又没想过她的问题 叶子什么问题 你回想一下她最近的状况 情绪低落 沉默寡言 焦虑 恐慌 食欲不振 也于这 男人不是睡那么暗门 真够软操心的 芷琪啊 我跟你说啊 我总觉得那个叶医生 刚没了宝宝 是个不祥之人啊 什么不祥之人 妈 你别这么迷信行吗 哎呀 这不是妈迷信啊 这是气场问题 你懂吗 要不然 咱们小美怎么会突然就流血了呢 妈 你别瞎说行吗 这头什么跟什么呀 你 你这孩子 你听妈的话呢 谢谢 行了 你少吃点 两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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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少了 这是一个包子 我儿媳妇不能喝冰的 麻烦帮我加热一下 哎 给鸡蛋 少放油 蛋黄不要了 就直接给我蛋黄蛋白就可以了 哎呀 什么地儿啊 谁像你 哎 少女这么说 叶医生 跟桃川医生复合的几率 可比杨医生大 之前吧 我挺看好杨医生的 可是叶医生这次流产啊 大家都在船上是杨医生给弄雷的 真的 对啊 杨医生 是杨俊波医生吗 谁啊 你这边是我 哎呀 哎呀 走 换医生去 哎 杨医生 干什么呢 黄医生 杨医生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叶医生的孩子 就是他给做手术的时候 把孩子拿掉的 我可不想让我儿媳妇受危险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的孩子 就是杨医生给你做的手术的时候 拿掉的 不可能 好 吴小美 哎 正好 他来了 杨医生 你自己说说 叶医生的孩子 是不是你给做手术术拿掉的 你倒是说呀 叶医生呢 нам 叶Pe 开门 是我 叶 peux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来 没事吧 谁买这些吃的东西啊 我呀 他说他想吃 他这几天都没吃什么 一下子暴饮暴喝这么多 会怎么受得了 我 我有个好事 你吼我干嘛呀 你又不是我主治医生 我就离开这么一会儿 你的主治医生呢 好像 闹到主任哪去了 我说 你跟 你说两句吗 你跟医生姐姐姐什么关系啊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睡觉 你们先不要激动 他那是特殊情况 那可不一定 我都打听清楚了 叶医生肚子里怀的是陶主任的孩子 这杨医生想跟叶医生好 当然容不下他这个孩子了 就趁叶医生昏迷的时候 把这孩子拿掉了 妈 你又没看见你瞎说什么呀 我怎么瞎说了 他自己都承认了 反正啊 我是不想让他给我儿媳妇做主治医生的 不管他是不是诚心有意的 孩子是他拿掉的 晦气 这件事情 我们会处理好的 就这么处理了 换医生 我无所谓 但你儿媳妇才刚好一点 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到她 只要您离我们远点 我们就烧高香了 我们先走了 我去找叶子谈一谈 这件事情真的不能怪你 我不怕他怪我 我怕他自己过不了这一关 我先下去了 不要 俊博 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拿掉 你答应过我的 为什么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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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看什么呢 你的手 跟我老公闹的时候呢 会痛吗 伤口疼了 心就不疼了 伤口疼了 心就不疼了 你看 孩子长得真可爱 好像魔鬼和怪鹰啊 胎儿的头部 胎心期待 鼓鼓的长度 都是正常的 真想他快要出生 到时候我就可以抱抱他了 放心吧 胎儿很健康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啊 可以带着您的妻子 先回家休息 等到临场的时候 然后再到我们医院了 回家 嗯 还是住医院啊 我不要 还有一个月时间呢 我不要 好好好 我们回家我们回家啊 快走回家 小梅儿 来 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你等会儿啊 他 他是吸血鬼 你干什么 我不要吵吓他 他是吸血鬼 你干什么 你别动 紫棋 紫棋他是吸血鬼 这是你狂了 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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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是宝宝 你别带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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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疯了行不行 你别疯了行不行 我不要 快医生不好了 你哪儿来的血啊 小美身上 你快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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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伤 吸血鬼 我不要伤 别伤 别伤 什么危险 你伤 快 走开 快 走开 别动 走开 别乱动 小美 你别动 医生 怎么样 伤口问题不大 可是杨处已经破了 可能会早产的 早产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你啊 你都什么什么还闹我 你 你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生气啊你 我不要伤 我是吸血鬼 我不要伤 我不要伤 咱们不知道我是吸血鬼 她要生了 我去通知护士 准备带缠食 好 好 小美 你看啊 好 我在这里迎接过无数条小声音 可却没有机会 看一眼我自己的宝宝 好 考主人 需要您在这儿签一下子吗 好 谢谢 叶子 你怎么出来了 我送你回去 叶子 我好了 三号防二号床 丁孕夫她出血 叶子 这样 你先乖乖地回去 我一会儿去找你 好吗 你赶紧去看看吧 晓阳 你去叶医生的病房 看看她回来没有 叶医生 叶 人呢 看见叶医生没 没有 杨医生 杨医生 叶医生不见了 她不在病房里吗 没有 杨医生 我的宝宝 你在哪里呢 你来到这个世界 都没有来得及 哭一声就走了 都不曾让我看上你一眼 我真的很想抱你一下呢 好 妈妈来了 别害怕 妈妈会抱着你入睡 在睡梦中 亲吻你的小手 呼吸你的奶香 就这样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要醒来 来 看到叶医生没有 没有 好 谢谢 来 看到叶医生没有 没有啊 叶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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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叶医生没有 没有啊 谢谢 叶医生 叶医生 到六号手术室 有您的情况 她服用了大几量的安眠药 马上洗胃 杨医生 叶医生 呼吸和脉搏都很微弱 好 这里不需要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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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 哈哈 走进入习惯 我没事吧 怎么回事 依靠你你如何看待 原来你从不怀 为什么你这么傻 总是坚定不该 认真我是你的最爱 怕事消失都要尽心安排 下雨又散总无意外 没有承诺在一起 谁都早已看出来 我的生活属于你 我不要再这样不明不白 我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 我爱你爱你 真可怜 都是那个姓杨的 瞧给叶医生逼的 这女人呀 最重要的就是孩子 她把人家孩子拿掉了 她让人怎么活呀 真是作孽 幸亏我没把我儿媳妇 交在她手里头 对了 拜托为你件事 以后在叶医生面前 不要提那个人了 谢谢 陶主任 我想问您一下 我孙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你孙子她是早产儿 所以要等情况稳定之后 我才可以抱回来 陶主任您知道吗 我现在手痒痒的呀 就像把我的大孙子抱在怀里头呢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二媳妇吧 好 师父 你放心 我会亲自给你做柔树 你不会有事的 俊波 你给我做 我 我出孩子 我相信你 血液一直在下降 我们要终止人生了 取出胎儿 如果不马上取出胎儿 终止人生 那叶子她就有生病危险了 取出胎儿 杨俊波 你告诉我 我的孩子 爸爸不要我了 爸爸不要我了 杨俊波 你是真的为叶子好吗 你想说什么 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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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这样不明不白 我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 我爱你爱你爱你一个字 不再是爱 你转身离开我恍然明白 还是以为想有你的存在 一直都是你 我最爱 我最爱 把事消失都要尽心安排 下雨又散终无意外 没有承诺在一起 我凤博 你这是为什么啊 换个地方 可能对大家都好 是因为叶子吗 徐主任 我真的不太适合继续待在人养 叶子的身体 已经完全承受不起这个孩子了 就算不是你 他也会流产的 你为什么总要把责任 往自己身上懒呢 他这么信任我 我自己过不去 你们两个 都是我非得的 但是我坚决不会同意你辞职 我真的不能再伤害叶子 我很怕昨天的事再次发生 所以说 医者难自医 我们都了解医学的局限性 却依然很难面对生命的事 也许你和叶子都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缓冲一下自己 所以您同意了 院里有一个对口扶贫的乡镇医院 我跟领导去说一下 派你下去待几个月 你在那儿可以 好好地想一想到底怎么做 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好 哇 真漂亮啊 我们这是拖了叶医生的湖 才能住这么漂亮的病房 王子齐追我的时候都没这么浪漫 哎呦 打死我了 手 我第一次送你花 到今天正好五年了 还记得那天你说什么吗 你说买花不如种花 所以我决定买一套房子 是带院子的那种 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种很多很多的花了 哦 对了 这是我昨天看的楼盘 怎么样 喜欢吗 啊 是说跳得太维静了呢 这就不用了吧 当然这也要去那个蛋白 您能不能这样啊 都没想法 我来经吗 原来的 Mama 优아아 这是我们的婚戒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放弃的 你闹够了没 姜翠吗 你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了 我们是送孩子来做检查的 刚听儿科的主任说了叶医生的事 到底怎么了 医生吗 他也不是铁胆 对吧 塔主任 你好 塔主任 孩子呢 在儿科做检查呢 江翠他一定要上来看看 我已经和德国专家联系过了 他已经为孩子特别做了一个人造心脏 下个礼拜他会亲自带过来 而且他还会亲自拟定一套手术计划 两个孩子都保住是有希望的 真的有希望吗 要是这样的话 陶主任 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这段时间啊 你们就配合医院做好检查和治疗 充分地做好树心准备 其他倒还好 就是有记者一直跟拍我们 我们担心 这个你不用担心 他们啊 就是想做一点正面新闻 因为这次医院方啊 投入得挺多的 你们呢 要不要乱说话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吧 医院对我们这么好 怎么能乱说呢 陶主任 我刚听说叶医生的事 想去看看他 不用了 他现在需要静养 陶主任 请你一定要转告他 要坚强些 他是个好大夫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是他一直陪着我 帮助我 可怎么到了自己的时候 就这么想不开呢 我再留个人 你还要找他 医生 你怎么说 恢够叶医院 药医生 还是蛮击趋势的 因为忍不离 不能再耽误你了 你拒绝过我 可是我也拒绝过你呀 咱们俩早就两亲了 不是吗 我真的是去看帅哥的 不能说你拒绝我了 我这辈子我就不嫁人了吧 这事我放心上 特别帮你留意行吗 我把报告收回去 真的吗 拿着 那好吧 我会留在人家 帮你照顾叶子 你放心地去吧 我会把叶子的情况 随时跟你汇报的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 你得在这次下基层中 给我带回来一个精英帅哥 来补偿我 婆婆 我不想你有负旧感 我希望你能坚强地走过这一坎 有菁迦哥 你拒绝你 你能够带回到你了 她也是 我没想到自己 我没想到你了 我应该珍惜对你好的人 这次走了就别回来 招管了叶子 这个不用你提醒 这本来就是我的事 好 帮个忙 这里有张名片 这是孙高的电话 他很了解叶子的状况 我带他去治疗吧 我会 如果我的存在 让他这么痛苦的话 那就让他的生活里 再也没有杨俊波 祝你好运 等到哪天 他真的能开心的大笑 我们再问什么 来 我的大孙子 慢点儿 我终于抱到你了 小镜头 好嘞 这肉嘟嘟的长得真好看 跟你爸爸长得一样 紫棋 紫棋 快来看 你看这大脑门 这高鼻梁 跟你小时候长得多像啊 我就长这样 我的大孙子 来来来来 小美小美 来看看你儿子 多漂亮 你赶快拿开 没看到我这在婚服身材呢 妈 下着我 下着宝贝了 妈 瞧您那样 你看看他 眼睛那么小 哪里跟我长得一样啊 丑死了 是啊 长得不在 一点儿不像我 你说什么呢 这是不是你儿子 别吵了 别吵了 没生叔叔吵 生了还吵 好 紫棋啊 咱们怎么下宫 这几天白天是我 晚上是你 这孩子早产底子弱 咱们得细心照顾着 这可不行啊 妈 你赶紧请个月嫂 我哪有那时间呢 是啊 哪能打扰你打游戏啊 我这要打游戏吗 我这要放松 你也不想想 我一天能把辛苦为了谁啊 孩子生下来 奶粉尿不月嫂哪样不花钱 我也想天天在家陪着你 除非天天有钱掉了 那就不要生了 生了就是雷准 你看看 你看看我朋友圈 我的朋友一个个跟我年龄一样大 不是韩国就是泰国 旅游泡巴 逛街样样不差 我呢 一年多了被你们关在家里 什么都不能干 哪哪哪都不能去 衣服衣服也穿不上 你看我 我现在都跑到什么样子了 现在还做了这么一个小家伙 绑住我的手脚 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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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错过这样的日子 嚷什么嚷 整个病房都是你们的生意 还让不让别人休息 什么别人啊 不就是怕吵到她吗 叶子 VIP病房现在腾出来了 我们转过去吧 你现在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进行疗养 乖 听话 我们转过去 你现在需要精神上的治疗 叶子 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不转就不转 你别玩游戏了 干吗 你拿过来 你忙去 你事不事啊 麻烦你这样的老包 别吵了 别吵了 孩子都给吓哭了 童话你打通关了 知道吗 你再玩我给你离婚 你怎么不闹事啊 陶生好 你们啊 这两天多住一点叶子 没事多去病房看看 她要是出了房间 马上告诉我 陶主任 看她那个样子 好像真的有一点点走不入魔 其实我觉得她真的应该进精神科 因为我们妇产科不是报纸百屏 对吧 闭嘴 闭嘴 陶主任 你别生气啊 精神科的张医生她来过 叫我跟您聊聊叶医生的病情 您看 我是跟您说还是跟徐 叶子就住在这里哪儿都不去 我会亲自照顾她 直到她忘记这一切 你们就按照我说的 她一旦有什么情况 马上告诉我 谁要是跟徐主任乱说话 我要她好看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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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再见 好不好 对 哭不哭啊 哪个饭哪那么久 你们也是很哭啊 好疼啊 好疼啊 你怎么了 我 你没事啊 我 我该怎么办啊 她还尿片了 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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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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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给你换尿片 尿片 你是医生 你来 我是医生 不 我不要做医生 我要做妈妈 你帮我换尿片 我就让你当妈妈 乖 好不哭 妈妈来了 妈妈给你换尿片 好不好 乖 来 我们先擦一擦小屁屁 好不好 我们先把屁屁擦干净 要从前往后擦 这样呢 细菌才不会进入尿道 是不是 舒服了吧 真乖 乖乖 来 再把这个戴上 哦 爸爸好乖啊 对对对不哭了 好嘞 舒服了吗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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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 哭了 爸爸过来 妈妈愛你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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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妈妈 你这么重要 我也想飞 可是飞不起来了 我的翅膀已经折断 杨俊波 我曾经那么信任你 可是偏偏是你 亲手折断了我的翅膀 Zither Harp 你有事吗 看明显过号 这些药品在这里对放多久 很久了吧 这些药品不能长时间 放在阳光下暴晒 否则会变质的 这位老兄 你要是看病呢 就要遵守医院规矩 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医院的规矩是什么 医生最大 看见没 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 那你怎么能不知道 这些不能曝晒呢 我说你这人好奇怪 我是爱照你什么了 药品如果不符合保存条件 施了药效 病人吃了会出人命的 医生都不操心 你瞎操什么心啊 你们在医学院的时候 老师没有教你们做医生的第一课是什么 困你什么事 实习医生人小记 林庆人 您给老人家让一下胃吗 请来让一下 我能不能够哭 谢谢 您好 请问您是 您是杨俊波 宋院长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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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来了就好了 小张 过来过来 你带杨医生先去放下行李 然后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 好的 等一下 你看看 我们现在是就诊高峰期 我们这里一个人 真的要顶十个人用 今天这里的病患啊 全部都要看完 孙院长 我的事不急 这样吧 你先帮我把行李放一下 好的 孙院长 你先让我到门诊值班吧 好好好 小张 你带杨医生去下妇产科吧 杨医生 这边请 好多漂亮衣服都穿不下了 不哭啊 不哭 奶和奶奶 不哭啊 小美 你给她喂口奶呗 她不吃奶粉 不喂 就咱们说好不喂了的嘛 瞎说 医生都说了母乳喂养 对妈妈和小孩都好 要喂你喂 反正我不喂 小美 你就给她喂一口呗 小美 你就给她喂一口呗 你干嘛呀 吴小美 你这做妈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我怎么不负责任啊 当初谁说的 生下来就不用我管的 当初我说不生的妈 生完了怎么着 又都是我的事了 你看看我这肚子 又大 又黑又重 比我妈的肚子都丑 那么多漂亮衣服都穿不下 吃死了 你之前就说不生吧 不生不生 我怎么吃药也打不掉她 滚楼梯也滚不掉她呢 吃药滚楼梯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这孩子在你肚子里那么久 你就没觉得过 她是一条生命吗 你那么爱自己 你就没想过 你也是从你妈妈肚子里出来的 这孩子都哭成这样了 还想你那些破事 我看你啊 这不是没有母性 是没有人性 你干吗要骂我呀 我这是抑郁症 百度上说了 我这是 对育儿没有信心 我对厂后生活不适应 害怕得不到老公的关案吗 我还失眠心烦 失去下降了 我是病人 你干吗要说我吗 你这根本就不是抑郁 这都是你找的借口 你是默示孩子 默示生命 你是爱生命是吗 那你干吗自杀啊 我 你干吗自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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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吗自杀啊 你干吗自杀啊 病人 我老婆痛成这样 真的没问题吗 一条公口张开的程度 和正常的密度来看 还要等几个小时 那 那怎么办 你放心吧 过半个小时 我会再过去看他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你先回去吧 谢谢医生 谢谢你 喂 是杨医生之前负责的孕妇吗 好 我马上过来 梦洁 徐主任 很忙吧 有个杨医生之前负责的孕妇 刚刚出血送过来了 我得过去一趟 好的 等你忙完了 回头来找我一下 我这儿也有一个原来她负责的病例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好 她走的时候 除了跟我道歉 就是要我好好的 看顾你 提携你 你不要让她失望 也别让我失望 懂吗 去忙吧 好 那我走了 这病人是我今天早上签字让她住院的 怎么现在躺在这儿 我们这儿的病床不够一百张 每天要在这儿住院的病人根本就不够用 只能在这里搭起临时病床 病人有病没法好好休息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将就一下吧 主任 你救救她吧 你们别急 去休息室等一会儿 放心 你们一定救救我的孩子 没事的 放心 好 好了 走 走 走 这医生呢 我们现在在那边等会儿 不要发烦他们工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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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什么呀 我要解开 解开 高手 太瘦了 敌膳 还是老问题 心脏缺血 导致缺氧 造成暂停呼吸 刚才抢救后 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不过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抢救不及时 两个都会有危险 那怎么办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之后提前手术 提前手术 可他们那么小 是 风险是会增加 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刚才已经通知了 德国专家了 他们会提前过来 如果顺利的话 手术就安排在这两天 陶主任 这不能再多等两天吧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就这两天吧 子宫脱锤 那怎么办啊 还好叶医生发现了 做得及时处理了 否则后果更严重 吓死我了 谢谢叶医生啊 小美小美你也真是的 未来也没你 你不要命了 真的我想听啊 生完孩子 肚子跟没生的时候一样大 这我都比我妈的还难看 我说了我不要生的吗 又是这句话 不生孩子叫什么女人啊 你看我这嘴 我真的不是说她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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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走走吧 我没事 我自己可以 叶子 叶子 就是来看看这些孩子 看着他们 能让我心情好点 这样啊 那你一步就可以经常来 我以前说过 希望一辈子都不要 揭开那床毯子 我不想看到 毯子 瞎灭他们的样子 可是 就算我不揭开 他们就没有连在一起了 我只是不敢承认 我只是不敢承认罢了 回到家之后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变过脸去 除了看到对方的脸 还可以看到我 看到他们的爸爸 看到外面的世界 比较更多 现在我站在这儿 已经不害怕 揭开那双毯子了 我只是担心 揭开之后 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不会的 叶医生 你也知道 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会有好结果的 这里是网络自媒体 今天发生 大事要发生 为了这次手术 人牙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陶腾医生 特意请来了 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好朋友 科尔医生 这个科尔医生 来头就大了 他曾经在德国 富莱保大学医院 就有过类似 连体分离的成功病例 这一次 他将联合人牙 国际医院的几位专家 有心身儿科的 心脏外科的 阵容科的 几位专家 共同为这对孩子 设计了一个 手术方案 叶医生 你也知道 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会有好结果的 你准备了吗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 开始 给你拍张照 儿子 你怎么又哭了 不哭不哭 我刚不是给你换过尿布了吗 喝奶啊 你是漠视孩子 漠视生命 宝宝 妈妈给你喂奶 乖啊 妈妈给你喂奶吃 你怎么哭了 你干吗 你怎么这么疼呀 姑姑 姑姑 妈妈你别哭了 你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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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呀 你哭呀 母 你哭呀 肯定体质正在下降 继续 宝宝 宝宝 妈妈抱抱 你们要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 知道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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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爸爸 不哭 不哭 爸爸不哭 不哭 不哭 爸爸 别走 爸爸 别走 爸爸 别走 their hearts are separated this prepares a breast compress machine we're going to separate zero guns 心脏已带离 迅速准备体外循环机 准备分离打到 安全重体重继续消降 保持生命体制 怎么样 这才是一个科室 一把手的能力 不仅仅凭一把刀 还要有身后的人脉资源 和强大的协调能力 在这一点上 我不得不承认 他是比俊波强一些 但是 评价一个人的人品 不能光看一盘手术 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人是不断在变化的 就像这手术情况一样 变化莫测 一个好的医生 的确是要做到明确诊断 并能够把控整个手术的全局 但更重要的是医者人心 在这一点上 我不确定陶腾 是不是能配得上 这四个字 但是军波是可以的 看手术 案件体能全部消失 按一下 等到分离 安静为分离对象 是 好 这里就是我们的婴儿房 你们马上就能见到 你们的宝宝了 他非常健康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快走吧 那个就是你们的宝宝 好 谢谢啊 谢谢 我的小宝贝 我哭鼻子了啊 他们鼻子多像你啊 他们鼻子多像你啊 真可爱 来 妈妈给你擦擦啊 我就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阻碍了我的心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的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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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咖哭嘛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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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 哎呀 咖 Vietnamese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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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不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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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吓到孩子 孩子 孩子孩子 你就知道孩子 你为什么不过来我 我们不过来 我们退后 这样很危险啊 我多可怜啊 我才二十一岁 我就当妈妈了 我不会叫妈妈 我不要当妈妈了 不要吓到孩子 把孩子给我回来 骗他 就是你 就是你骗我 你生我生完孩子 你不用我管的啊 我要给他洗澡 换尿布 不是说好不为奶的吗 不会的 你们谁来管管我 你们 你们都说我不是好妈妈 我不是好妈妈 可你们谁来教教我 可是不会当妈妈 我现在只要闭上眼睛 我妈那样子都是孩子的哭声 小妹不要 不要 你跳啊 要真有勇气 你就跳啊 她说什么的她说什么的 她说什么的 她在上面呢 没事 冷静 跳啊 我要跟孩子一起死 转我来 我跳给你们看 小妹不要 小妹别说说小妹 小妹你冷静一下 小妹不要不要不要 你为什么不跳 都是你 是你说我当了好妈妈 你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你连死都不怕 还怕做一个好妈妈吗 是 我曾经跟你说过 你不配当妈妈 但是你知道吗 这句话 是我对我自己说的 比起你 我差远了 你至少还冒着生命危险 给了你孩子新的生命 可是我呢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指责你 我以为我是个医生 我什么都知道 没有什么我解决不了的 可就是由我解决不了的 你得了抑郁症 可我根本就不敢去面对我的病情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病得有多严重 就在刚才 我差点伤害了一个宝宝 我抱着那个孩子 那是一条多么可爱的生命 可是他一直哭 我跟你一样 我束手无策 我就把他紧紧地抱在我的胸前 我想止住他的哭声 真的就差一点 我就伤害他了 我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拒绝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我逃避 那你呢 你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妈妈 你也在逃避 可是现在 在手术室里面 由于对连体婴儿正在进行手术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也许两个孩子都能活下来 但也有可能 两个都没有 那孩子的妈妈告诉我 她再也不会害怕 去揭开孩子身上的毛毯了 因为 这是她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小妹 过来 跟我一起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都一直 好吗 相信我 会没事的 我们一起来面对 不会好 相信我 相信我 没事 快从事行事而刻 孩子快不行了 快 快去快去 我为人不意的 怎么办 二元 你回来就太好了 快 跟我去心事而事 心跳有点慢 哥们说不计到手机的问题 来 解他 孩子会没事的 没事的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再加 心跳会付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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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好了 陶主任 陶主任出来了 陶主任 陶主任 手术精神怎么样 律师 我的孩子呢 他们马上就出来了 这不说手术已经成功了是吧 这是任雅建院以来 第一次成功分离连体型的病例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 术前两个孩子的生命特征 非常微弱 一度瀕临死亡 经过我们竭力的抢救 成功分离了一个孩子 目前他的身体状况 也相对稳定 但是 另一个抢救无效 为什么是一个孩子 不是说好两个吗 陶主任 我问一下 是不是 对不起 高兴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我可以抱抱他吗 现在恐怕不行 孩子要转移到吴军病房去 我说的是 另一个 小慧 孩子爸爸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低落的 也非常难过 我想知道你当时是不是选这个孩子呀 孩子爸爸你跟我们说一下吧 我知道你这样的心情也是非常难过的 刚才 干吗 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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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点时间好了 就一分钟 尽管我早知道 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 对不起 可我舍不得你 我可爱这个孩子 对不起 妈妈爱你 妈妈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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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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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爱我 就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如果你爱我 就跟我同呼吸 共命运 本来是连体婴的 结果命运之神 一个细微的偏差 就成了悲剧 看来 人类的奉献精神 从一出生就是具备的 没有生 哪来得死 虽然说连体婴儿 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 必要的孕前体检 和孕前准备 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是我 就算是连体婴儿 我也会把他们养大 让其中一个死去 一个活着 太残忍了 楼上的 这就是你的无知了 连体婴儿一般都要紧快 实施分离手术 不然 很容易造成器官的衰竭 或者其他并发症 我觉得作为父母 做出这种取舍 一定非常痛苦吧 长知识了 原来连体婴儿的形成 原因这么复杂 分离手术一定非常困难 也难为了陶医生 大家一起来为他点个赞 你们什么都不说 我怎么给你们看 杨医生 你来了 这位是杨医生 任雅来的大医生 现在愿意说了吧 怎么了 来 先坐 来看病的 可是问起谁看病 哪儿不舒服 又不说话 小弟 先带孩子去院子里玩一玩 这里交给我吧 来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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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吧 怎么了 谁要看病 坐下 孩子不舒服吗 医生 你能不能给他做个检查 孩子身体不舒服 要去儿科检查 我们这里是妇科 就是妇科 来 我帮你检查一下 来 我帮你检查一下 来 我帮你检查一下 安田 听妈妈的话 这个叔叔是从上海大医院来的 她会把你的病看好的 你来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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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贵 何贵 你干吗 走 回去 他真的要看病 去 来 何贵 何贵 走 何贵 你这么做是对女儿不负责任 你知道吗 你复杂 你复杂出去跟人鬼混 天天 听妈妈的话 妈妈带你去看病啊 带你去上海大医院看 你走不走 我都远回 我都远 我女儿这么厉害在看着你 有话好好说 你这样会吓得孩子 孩子身体不舒服 我们先做个斩断 不要多管闲事 我女儿没病 走 何贵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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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的包 谢谢 怎么回事 家庭矛盾 这女人去年跟她老公离了婚 估计两口子闹着拿孩子毒气呢 事情没那么简单 孩子裤子上有血 所谓连体营 是指在受精过程中 从受精到着床一系列的另类浓草 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胚胎细胞 在分裂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完全分裂 可以说是一种罕见的先天畸形 在五万次到十万次的怀孕病例中 可能只有一次 而且连体双胞胎在胚胎期极容易死亡 所以 叶医生 叶子姐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明天要出院了 这次 谢谢你了 宝宝这次 从鬼门关走了一次 我才意识到 它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绕 我不能失去它 我对它有责任 你当时是不是选这个孩子呀 我觉得 做妈妈挺幸福的 你说是吧 叶医生 宝宝 妈妈是又说错话了吗 你赶紧给我出去 这是我们老合计的事 不用定管 我怎么能不管 那是我女儿 我为什么不管啊 不是你们能说话 再讲点道理吗 我自己的女儿 出了这样的事情 让我不管 你们开什么玩笑呢 天天在哪 干嘛呀 你女儿 你生过她 你管过她吗 当初你出去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我一个人带她 家里什么事都让我 还凭什么现在 就让我不管啊 那你还出去鬼婚 你怎么看 什么叫我出去鬼婚 但不是因为你吗 十三年你都没回来 叫我孩子 别吵了 我们老合计脸 让你给丢近了 李坤 你说不走就不走 今天不带走女儿 去看病的话 你绝对不走 是吵 一会儿还得吵 有什么话 我都不想跟你们说了 真希望 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一觉醒来 就回到从前的日子 如果你一直陪着我的话 妈妈 我想我也会 跟天上的小鸟一样 永远那么快 永远那么快 你赶紧滚 不滚 滚 打死也不滚 走走走 滚 滚 不让我 不让我带天天走是吧 好 我送给你看 不用 那可是农药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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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来了吗 那个就是我的孩子 像现在这样平躺在这里睡觉 在这里睡觉 她的妈妈看来是多么平常的事 之前我却连做梦都不敢想 现在她做到了 其实我应该开心对不对 别太勉强自己 我知道这很难 我相信你说的 这一个会带着另外一个的希望继续地活下去 是她的兄弟成全的 我只要加倍地爱她们就好 可是 可是当我抱着那个冰冷的小身体的时候 现在还是撕裂般地疼 我知道这不是谁的错 我还知道所有的人都记得了 我只能一遍一遍地说 妈妈爱你 就算你不在了 妈妈也爱你 妈妈永远爱你 哪哪哪哪哪 呢 她不在了 她觉得她有什么事吗 她真的尝试她 你女儿 什么问题 她来月经好些天了 一直流血 您给她看看吧 是她吗 跟我来 我女儿没有票 何归 带她去啊 去 快点 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伟大 就是感觉到自己是个母亲的时候 她离你那么近 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死的 可又像是一团雾 就那样飘在你面前 你的手伸过去了 却摸不着 有人能够体会我现在的这种感受吗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但是 不论是生命还是爱情 都比不上母子亲情 女人本就是脆弱的 是去孩子的女人更脆弱 要是知道自己以后不能有孩子了 那种崩溃更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或许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是一个拥抱吧 是 paying 最需要的 离开母亲的那一刻 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就是飘落 有些事情 必须要经历过生与死的瞬间 必须在深夜痛苦过 才能够懂得 你需要一个人去懂 懂 我已经没有立即去懂别人 去懂那些大道理了 是需要一个人懂你的人 你一定有过许多的故事 需要慢慢地讲给人听 也许那个懂你的人 会回报给你一些同样精彩的故事 我的故事不精彩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彩色的 可能是黑白的 那就更需要一个人 为你的故事涂上颜色 谢谢 真希望有人 能为我的故事和梦涂上颜色 不过 现在 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 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会不会觉得 我妈妈也爱你 永远爱你 永远爱你 把这些东西采集起来 做成了这个水晶酒 送给你 谢谢 我很喜欢 叶子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蔓远 我知道 你想劝慰我 可是 哪有那么多客室啊 你应该出去走走 天天待在一个地方想一件事 换谁谁都郁闷 走 你干什么 你跟我出去走走 放开我 尽管大口呼吸吧 这里的空气比医院好多了 我也讨厌我现在的样子 我也讨厌我现在的样子 我知道根本就不像一个医生 医生也是人 没事儿 没事儿椰子 你就把我当你的垃圾桶 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 那么还是回去吧 回去 你能回哪儿去啊 孩子已经没有了 你的生活目标已经没有了 你说什么呢 你别不想听 这是事实 我知道你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没有接受公经癌的治疗 谁劝你你都不听 可是结果呢 一心想保都没有保住 我知道 你接受不了 失去孩子的打击 你怨恨自己没有能保住住他 每当你看到别人的孩子 你都对自己的怨恨多一些 你恨你自己 你恨杨俊波 够了 可是你明明知道 这根本就不是杨俊波的错啊 可是你还是不敢见他 因为你只要见到他 你就会脑补他 从你肚子里取出孩子的场景 你还看她 然后我可以脑补他 你的服装 有什么 嗯 在你家中发现 走 走